法律逻辑这个课呢 从有大学以来 有法律专业以来 在国外就一直是一个必修的一个科目 这个必修的一个科目 那么由于这个课程来说 和别的课程可能有一些区别 所以我们后后的同学们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在早几年之前呢 我们将是随着有一个BBS版 就是第一个那个网络 那么就是那上面也有以前的一些同学 学习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有什么情况 因为如果同学们打电话问的话 他的效果可能不够还好 因为我们到这叫他后面 有一些地方会是有公司的推演 有符号 电话里面就不太容易说了清楚 因为早几年了 我们两个小时分离 就平时同学们很难和老师对面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去拿这个教科书 我们的第一讲 相当于我们这个教科书的第一章 但有些内容可能和我们课本上不还一样 教材上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可能少讲或者不讲 那么课本上面有一些背景知识 包括后面一些基本原理 或者我们因为有必要补充 或者跟同学们说清楚的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能力 这个第一讲 现在就是什么是逻辑 逻辑到底有什么用 属于整个这个课程的一个盖属心理 有几本参考书目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东西也可以不超 因为我们课程完了 下来以后 这个讲完课程一点 到时候可以考虑课程 有一些书 我们图字馆应该可能大多数都有 比较早的 金月灵新生的一个 形式逻辑教材 后来晚一点的 周里全新生的一个逻辑 正确思维 成功交集的理论 告诉我们自己怎么想问题 怎么思考问题 告诉我们怎么和人打交道 那就是我们的听 说 读 写的逻辑 我们所有的工作 概括起来 作为我自己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口识的人员表达 第二个就是写 用笔来表达 在说过写之前 我们听 我是听人家说 那么我们读 是读人家写的 那么听和读 实际上是说和写的两个 不在动作 我们听人家说 我们学习自己怎么说 我们读人家写 怎么写 然后我们自己 学着怎么写 所以听说读写的 那个逻辑 实际上就是我们 这个最基本的 一个思维能力 另外有一本 法律逻辑方面的一个教材 是我们这边研究生的一个课 也是选取课的一个教材 这个法律使用中的逻辑 允许老师 另外有几本 美国的国外的书 这个巴克尔的逻辑原理 这个比较早一点的 西波本斯基的 是波兰的 这是波兰的一个 法律逻辑学教材 美国的这个亚迪士 他本来是个法官 我们下这个复表题 我们先看出来 法官写给法官看的逻辑 法律的逻辑 法官写给法律人的逻辑实验 这个是台湾最早引认的 这个常用新闻呀 是台湾人 这个书是福北 高级人民法院 他们的法官培训中心的 一个培训教材 现在是美国 美国的一个法官 那个亚迪士 挺有名的 他这个书 也是美国的法律人 主席的一个参考证明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这个一些参考证明 后面还有一些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 外语比较好的 这里有一个 这个赫尔利美国人的 一个英文版的 一个人版的教材 我来的地方有电子版 需要的话 你会值得给我发表 这个也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现在这个最早 他现在已经出到2005年 2007年第10版 现在我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700 第700英文版 那么有科研的 翻译过来教材 下面的几本书 属于通俗生的 普及生的中文 我们看这个题目就比较 逻辑的社会功能 学会真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国人的思维维基 这个杨诗义是香港的一个教授 他就是香港大学的 逻辑 名词 科学 方法论导致 这是海湾出版的 这个书在 那个构构图书里面 有它的部分 章节的试读 我们可以登录 构构网站 你要你输入这个 前面完整的这个 作者和书门 来把它有个试读 不是个完整的章节 你的部分章节里 试读 另外一个就是和我们的教材 可能会有关系的 有一个科导书 法律网络教育学 这个教材 和我们这个教会书 就是我们从学们手上拿的教会书 法律出版和特号的教材 读书网站应当有试试书 所以到读书网站找一下 那么有一些网站上面 应当可能也有销售的 就是我们在讲科课情细 一个普查例子 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法律逻辑学 以及它的学科归属 大概相当于我们教材的 第一章的 最后一节的第二个问题 教科书第十九页 大概话有的论识 就对应的地方 教材第十九页 第一章的 最后一节的第二个问题 普通逻辑 和法律逻辑 大概相当 那么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 我们补充去信息量 第一个小问题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关于逻辑学的一个历史的考察 法律和逻辑的关系 从由法律开始 就是很密切的 另外逻辑学的产生 是在法律的基础上 刺激下产生的 其他人是西方逻辑学 早在古代 比如说 古希腊罗马 雅典时期 当时的逻辑学的萌芽 我们可以追索到 古希腊的雅典时期 古希腊的雅典时期 在雅典 当时一个是百家之门 这种很自由的 学习的空气 然后是当时 我一条苏松中 法律任兵的需要 在雅典实现了有一批 被后来的人把他称作 自责的 这个自责 我们国内大陆也翻译为 鬼兵学者 鬼兵学爱 这样一般人 就是最早的法律老师 私俗老师 收取学费 招学生 教你怎么打官司的技巧 做动的技巧 教你论定的技巧 教你说理的技巧 就是怎么在法循上 利用我们的法律 逻辑等等知识 把对手打败 叫这个东西的 逻辑学的产生 法律逻辑的产生 我这东西有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宿生的活动 宿生的活动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那个时间不像我们现在 有叫做法律逻辑这样的书 罗马法的形成 根据西方法律史学家的考证 罗马法之所以会在 所有的这些法律体系中 是最完善 最有条理的一个法律体系 就是收益于古希腊 罗马的逻辑学的成就 那么有逻辑这个门称 根据飞兰逻辑对于 一家心理卡的考证 最早是1588年 1588年 有人就提出了 法律人的逻辑 也称为律师的逻辑 或者法学家的逻辑 或者法官的逻辑 英文当中我们中文中英语 把他打出生意书 我国的门国时期的法学家 曾晓廖先生进一步考证 这个门称就是当时 英国有一个法学家 他在1588年 出版了一本书 叫法律人的逻辑 目前我们接触到的资料 这是法律逻辑学的开章 叫这个门字 还有这样的书的 目前的资料 我们能够消存到的 我们能够追索到的 对到那个的进去 那也已经有500多年了 16世纪 到18世纪末 19世纪初期 法律推理 法律逻辑 由于当时的分析法学 而受到世人的遵循 分析法学 也叫做机械法学 它的晚期 也被讥讽为概念法学 我们知道拿破仑 法兰西第三帝国的 这个国王 拿破仑法典 就是现在的法国民法典 当时拿破仑 在主持 这个拿破仑法典 修正的时候 拿破仑召集 所有那些 立法的人开会 拿破仑讲过 大语语下的一段话 他叫我一样 所有的法兰西的姊妹们 每个人的手上 都有两本书 左手拿着我的 拿破仑法典 当你在 现实世界中 法兴问题的时候 你就犯我的法典 在我的法典里面 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就要求这个 拿破仑立法 立得相当详细 所以拿破仑法典 就是法国民法典 是四千多小 我们中国民法 1986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统结 只有1806年 也就是另外一只手 那叫信经 当你们真心上 遇到麻烦的时候 当你彷徨 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那就到信经里面去 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这一点 从神学的角度来讲 那就正好按和 我们所讲的 当我们在信实世界中 我们遇到存在方式 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找法律 当我们的思想 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方式 真心的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找宗教 所以当时的逻辑学 法律逻辑 它整个的欧洲 法国和德国 是这个分析法学 概念法学的 发源地 相当重视的 法官 律师 普通的门众 都相当地推评 这个法律 就是西方这个法律的权威 大概就是那个 什么信念下来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 马克思韦博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实用法律的推理的过程 自制的法律制度 和普遍的归结 这是构成法律 次序的三个句子 这三个海句 实用法律的推理过程 就是法官在运用法律 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个案的时候的 你要讲理 不是很武断的 你法官是有权威的 它是有国家暴力 作为抢势力的保身的 但你还在讲道理 你要说 你为什么我要判你三年 或者判你五年 而不是判你一年 或者两年 要让当事人 跟他说清楚 就能讲讲理 学乎让人家口误心 这是西方逻辑学 法律逻辑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门国这个 著名法学家孙小聊先生 他在1935年 出版过一本书 叫法学教育 这是门国时期 著名的法学制度 那么2005年 或者2007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 你认为这本书 从中华学没有 那么当时讲到 这个论理学 论理学就是逻辑学 论理学 就是逻辑学 我们在门国时期 清末明初 190以前 一个议门 现在的海湾和香港 还有一些书和的课程 叫内理学 内理学是一种理智的科学 也就是用来探求真理的学说 所以凡是要整理思想 我们要探求真理 我们就不可以不从内理的方法来决手 尤其对于法律方面 所以无论我们对法律事实怎么推定 我们的证据怎么采纳 律事怎么辩护 法律制和编制就怎么立法 都应当于清晰的小老 说有条理的 有系统的研究 也要论当世界 不知有所妙误 所以还说我们可以说 内理就是逻辑 是各种理智的语干 它的框架 由于这个缘故 因每方面的律师 与内理学起不得追踪 他们因为法官不懂内理学 不能成为好法官 律师不懂内理学 不能成为好律师 培训员不懂内理学 不能成为好的培训员 所以 法学 必须要学逻辑学 它的原因 它的道理 它的理由 就在这个地方 申学聊这段话 是我们现在的中文领域中 我们暂时能够找到的 我们中国观是法律逻辑 最早的相关的论论 那么另外有一个学者 门国有一个著名的 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后来到美国去了 叫唐德纲 唐德纲先生有一段话 可以作为这个地方 生写聊这段话的一个剧讲 他说的比较 诡谐一点 这个唐德纲写了一个 胡思口书之传的 那个作者 他这个书的一个 第五章的著司 里面有一个著司 讲到逻辑和法律的 互相推动的一个关系 他用的比较 诡谐的口吻 说的比较好玩一点 说法律是最讲逻辑的 因为各个律师都是逻辑学理专家 而律师在西方社会的地位 从古希腊 罗马到今天的英国 美国 法国 苏联 那还了得 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 最瞧不起 所谓写难歌之的 造型师也 苟说送师 中国是一个英诵的社会 在律师 在学法律的人 一直是复杂调得起的 换句话来讲 学法律的人 在中国的全程历史上 是地位不那么高的 法律专业人员 其实走进师也 所以我们是 忠义之徒 一厢是聚政以政为德的 毫无法力常识的大老爷 经常是不跟你讲什么法律的 讲武经当律 讲天理 讲人律 所以说 他就当的好的 什么东西都有了 当的不好的 直接来一个 合赏打赏 无法无天 不要好的 他做了一个 中西法律发展不红的 一个对比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唐德光先生因为 是由于中西的逻辑差异造成的 当然我们另外一角度来讲 可以反过来这门 逻辑学和法律的关系 相当 异切 我国法律逻辑学的源头 中国法律逻辑学的源头 可以追索到 七十年代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的后期八十年代出去 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 1978年 西南政法学院 就是当时最早在全国法律院校中开始招收法律招联学 这个白金政法学院 就是中国西 中国政法学 其实 华东政法学院 西北政法学院 中国七九年开始招收 大面积有招收 那么当时的中国的大学法律系 也有很多没有恢复 只有几所学校 1978年 全国招的法律招联的本科生 只招了七百多人 西政是三百六十多人 上了一半多 西政的七八形化 形化 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那么当时就在这个 三百多人中间 在开设法律逻辑学的课程 当时的课程名称叫法律招联逻辑学 然后所以80年 无所政法院校 当时的中南财经政法学院 还没有 他的秦升就是 湖北财经 财经学院法律系 再把无所政法学院在一起 他们编了一个教科书 那么后来陆陆叔叔 再把太子办 83年 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 政治体育 在哈尔辉 然后 85年 西南政法学院的逻辑学教育 2014年 最名为法律逻辑教育室 最早是在技术部 现在是 转到行政法学院 所以我们这个学科 在我们学校是法学的爱解学科 后面我们还会有两个要学和归属 1985年 西南政法学院 从司法部的委托 办了一个全国生的 法律逻辑学的自治班 就到85年的时候 很多的干校 公安院校 司法院校 包括一档科中档 大面积的才办法学中档令 包括这种正宗的 就是一道中 本科 专科 中档 大面积的缺发 法律逻辑学的老师 在当时司法部 委托西南政法学院 办了一个培训班 1986年 西南政法学院 法律逻辑学的硕士点 或者国家学微办的授权 从87年开始招生 那么中国政法大学 他们的法律逻辑 他们叫逻辑学 下面的法律逻辑学 我们西南政法学院 说法学下面的法律逻辑学 有一点点差异 那么他们是 把五年开始招生 这个是 大概的我们国内 这个发展一下 很简单的线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